霍玄 你贪赃良想 罪大恶极 如果不能给出一个理由 朕只好从严论处 陛下 这就是你留下我的办法吗 既然不能用 就索性杀了 原来 这就是一个帝王的气量 你大胆 明明是你贪赃网罚 盗窃朝财 千刀万剐都不能假恨 还敢在大殿之上 大放厥词 霍玄不是一般的硕术 他压根就是个叛贼 卸取陛下信任 盗用朝廷良想 简直可恶 可恨 该杀 陛下 诛杀此贼 清官朝 正法界 陛下 诛杀叛贼 请陛下 诛杀叛贼 你们一个个兴奋的眼睛发红 青金暴徒 比连升三级还要开心 你们这帮人 打仗的时候怯战 赈灾的时候后退 只有摸到精英美女 和兴师问罪的时候 我最激动 你们一直觉得 我站在这里 就是对男人的蔑视 可真正让人蔑视的 是你们卑劣的品行 和愚蠢的头脑 杀了我 你们就觉得脸上有光了 腰板也挺直了 我呸 真不要脸 自己做错事 还攀缠别人 无耻 简直就是无耻 陛下 国家世代蒙受黄恩 我遵你 敬你 可是今天 我终于看清了你的秉息 或许没有这种福气 在伺候这种君王 但是我不后悔 该做的 能做的 我都为大卫做绝了 哪怕或是祖先爬起来质问 我也问心无愧 我要走了 今天 谁也拦不住我 我跟老 punishment 找爱 victim 我。。 saw充αν 不是能干吗 你毫无也无厌 你竟敢在大殿上弄上 你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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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udio 霍玄给我杀 霍家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回头吧 我从来只往前走 绝不后退半步 就算你要拦我 也得好好颠谅一下 是不是拦得住 传朕旨意 封锁城门 拦住霍玄 生死不论 来 另外 冉冕 将军 潘公母 拿酒来 是 原来陛下打从一开始 想留下的就是我的尸体 今天若是放了霍玄 尔登与他同罪论处 放火 这我已经 王子 哥 我的都从来只杀敌人 从来没有伤过一个自己人 这是你逼我的 杀敌人 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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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打开宫门 皇上下令封闭宫门 如今四岛门都关了 宫里出什么事了 这 立刻打开 后果我自行承担 是 我63年 我有一次 再我 再关掉 你 我 你 这 这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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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问你 为什么 霍玄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难道真的想造反吗 什么为什么 先皇曾说过 永生不会忘记霍家的护巢之心 十一年 整整十一年 我像个男人一样披上战架 一步步走到现在 你曾说过 会封我冠军 为我赐婚 不会辜负我 有霍家的付出与效忠 可是今时今时 你不但违背了诺言 甚至还要杀我 因为你辜负了朕对你的信任 背叛了大魏 不 没有人比我更爱这个大魏 我一直在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可是你竟然说 我辜负了你的信任 背叛了大魏 多可笑的笑我 多可笑的笑我 容只辜负了我 连你也要杀我 还有你们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可是你们所有人都背叛了我 整个大魏都背叛了我 朕从不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 因为朕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这个大魏 为了百姓 不 你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这滔天的权势 为此 你可以悲性欺义 冷血无疾 你是这世上 最残酷的帝王 哪怕要朕做一个残酷的帝王 朕也要消弭兵戈 确保江山无鱼 护驾 非凤将军 放下手中的剑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顾欢 你 这是平民胡闹的地方吗 还不快滚 对 我是一个平民大夫 可就是我 在荆州 亲眼看到他舍生枉死 为大魏尽忠 当所有人 在平城纸醉精密 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 还是他 浑身浴血 孤军奋战 在场所有的人 陛下 包括文武百官 你们都没有权利让他去死 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利 顾欢 这和你没有关系 可是我看到了 我就一定要关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 霍玄 哪怕所有人都让你去死 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 你这个傻瓜 我没有显赫的身份 也不能替你去边境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陪你去赴死 框哥 你还在犹豫什么 帝国 不举方箭 陛下 你这是要干什么 殿下 霍玄瘫磨柳梁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啊 住口 陛下 我只想问一句 你真的要杀了霍玄吗 舍者王 你应当牢记自己的身份 不要忘了朕对你说过的话 我没有忘 也绝不敢忘 陛下曾经说过 霍玄是朝之动量 要一生以重 忠实 陛下 霍玄已经辞关 我向你保证 他不会做伤害大魏的事情 我请求陛下 放他自由离开 舍者王 你疯了吧 竟敢这么对朕说话 舍者王 他侵吞柳州良想 证据确凿 你怎么为这样的贼子辩解呢 不 侵吞良想的人 是我 不 侵吞良想的人 是我 当时我也在柳州 决定也是我下来 我在柳州的时候 眼看百姓要活不下去 连发十三道奏争 请求朝廷拨复良想 可他们这群 侍卫素三的狗东西 全在争执不休 整整拖了三个月 百姓饿死无数 所以 我才和霍玄决定 去抢富户的粮食 不是用来赈灾 而是用来救命 等我们把问题解决了 你们才讨论出结果 慢悠悠地把良想送过来 这几年来 大魏大小二百余战 死伤无数 老人无人奉营 富人贩卖海桃 我和飞丰将军的粮食 全都给了死在战场上的遗数 他不说 是怕连累我 更怕人家得到的粮食被追毁 陛下 我是摄政王视为主 霍玄为将 视为仆 最终是我决定的 他也只是遵从命令罢了 摄政王 你 陛下天天告诉我责任 我从未忘记 身为一个男人 我已经辜负了霍玄 但身为摄政王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陛下 杀死一个无辜的忠臣 我宁愿那道利剑 刺入我的胸膛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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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陛下 还不扶陛下回去 快 陛下回去 快 快 陛下 陛下 放下你们手中的剑 陛下不再就要听我的号令 你们要违抗吗 彭哥 好 霍玄 你走吧 别再回来 别再回来 放手 龙池 从前你负了我 今日便算良情 从今往后 你是王爷 我为草民 各走一方 再不相识 你我二人 便如此见 你可不可以 死你了 我为草民 槽 你很快 你还能传统 你敢说 我 陛下时急怒攻心 才会突然昏厥 一定要好生休养 千万不能大动肝火 去拿药吧 是 陛下 喝杯茶消消气吧 陛下 摄政王到 陛下 陛下息怒 摄政王 朕的好舅舅 你到底要让朕难堪到什么地步 陛下 无论霍玄如何触怒你 你都不该杀他 你别忘了 他为大魏做得太多太多 那又如何 现在的霍玄 谁都掌握不住他 他比任何人都危险 身为一个帝王 任何掌控不了的力量 都要在他壮大之前 毫不留情地毁灭 可你却毁掉了这个机会 放掉了那个祸害 陛下 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此一时彼一时 霍玄为何偏偏看上了你 他若真愿意入宫 朕也不必出此下策 可你是朕的舅舅 你一旦迎娶了霍玄 便可分散霍家的势力 但你做不到 那朕就杀了霍玄 永久后患 可你还是心思手软 瞻前顾后 陛下 我当真娶了他 瓦解了霍家的势力 霍玄是否变得毫无价值 能为皇权增添荣光 是他莫大的荣幸 陛下 你真的太可怕了 是你太狂妄 陛下 切勿动怒 小心身体啊 你今日不忍心杀死霍玄 早有一天 他会向你举起屠刀 就算他不愿意 也会有人接这把刀 等着瞧吧 看你死到临头 才知悔不当初 臣做的事情 从来没后悔过 出去 宣鹏歌觐见 陛下 您现在应该多多休息才是啊 立刻叫鹏歌来 是 不忠不肖的东西 那个混账东西 不穿死你 不忠不肖 随势万端 打你不得 你 你干什么 人都已经死了王尚书 你就放过他吧 这小子害得我王家 湮面尽尸 不忠不肖的东西 我要把他脱骨腰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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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像你这样的人 不配为人夫妻 你 你等着 我胆子比你想得大得多了 要是不想让我踢你下去 赶紧给我滚 我要让你爹把你扒了皮 说到做到 居不容数 殿下 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相信 那封信是他亲手写的 他为了救自己的母亲 不得已才智诚将军 打从一开始 他就准备用自己的性命 来做部长 好好安葬 是 是 殿下 你当中让皇上为难 恐怕不痛 你亲自送火旋离开 直到平安出城为止 殿下 我太了解皇上了 他决定的事情 不会轻易改变 是 你看 皇上发了黄宝 非凤将军贪莫赈灾良省 罪无可恕 他还杀了庶民农民军 闯出皇宫 现在 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 不会吧 非凤将军为大卫尽忠 兢兢业业 是个镇宫显赫的女英雄呢 什么女英雄 就是个女流之辈 可 贪莫赈女的赈灾良省 我要是皇上 也得砍了她的脑袋 一个不知好歹的女人而已 朝中那么多酱菜 就她逞不上战场 她装得多么高风亮节 赢得美名无数 贝帝令人就是个贪赃王法的小人 女人嘛 头发长见识短 为了迎头小力 丢了自家性命 你干什么 他们又不了解你 凭什么这么衰 诗人总是人云亦云 他们若有自己的脑子 懂得该如何思考 又怎么会轻易被人余弄至此 但是你真的不信通了 你为大卫揍了那么多 他们用得着你的时候 一个个把你跑到天上去 现在控制不了你了 就连百姓也可以把你踩到泥地 霍玄 你真的不为你之前所做的事情 感到不值吗 怎么了 霍玄 沈玉 你未明也太多事了 奉摄政王之命 护送飞凤将军平安出城 他也不是飞凤将军 只是一个逃犯 如果逃出平城 势必掀起更大的风波 彭将军 我敬你是个英雄人物 想不到你也会干欺负女人这种事 皇上要杀职人 谁都护不住 出了平城 他死得更快 你听说了吗 沈将军带走了大半人手 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飞凤将军 不 是那个倾吞灾民凉响的霍玄 殿下是想 殿下真是善心 这种吃里爬弯的东西 就该千刀忘剐 再让我听到这些闲言碎语 全部都赶出府去 是 抬不快滚 兰若 王妃 王妃 兰若 你相信霍玄 会侵吞灾民凉响吗 奴不值 但人人都是这么说的 他再不是这样的人呢 你来 跟我说说 都发生什么事了 拿着 你看 你最爱吃的 吃啊 再等王泽啊 他 他可能来不了了 为什么 护将军离开平城 他是副将 当然要跟着走了 那 那什么 太坏了 他早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还不要理他了呢 杀青玉 你知不知道 王泽再也等不回来了 啊 肉 肉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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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怕不怕 有我 我在 不怕不怕 没关系 只是错过我 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我在这儿陪你 我真没事 那我出去 你有时一定要叫我 我就来 好吗 好 肃威廉也 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我 这才一天 就受到三匹追杀 你还不怕死 我劝你啊 就别费力气了 反正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走的 走开 小心 我让你立刻救过 顾环 我在被人追杀 我不想带着一个雷坠 对 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好吗 别再想瞧我了行不行 虽然说我不会武功 但是你别忘了 我是个大夫 你这些伤都是要我来治的 你先吃 你怎么天天和小孩一样 快吃吧 那 顾大夫现在告诉你 现在你要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我们好离开这儿 如果你不吃的话 我就亲你了 知不知道 我真情了 真情了 真情了 你说你 你要是再拧一会儿 那我就亲上了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呢 我们估计要在这里过夜了 我马上去使点干柴 给你伸个火炖啊 不 为什么 万一他们发现追错方向 很可能会返回 容易发现这里有火光 不行 你现在已经生病了 这里又那么来 安全更重要了 好 吃你一掌 你干什么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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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听到没有 我让你放开 你干吗 霍将军 打过了吗 我说你都受伤了 力气还那么大呀 好 你听我说啊 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让我抱着你睡觉的 但是这里真的是太冷了 寒气呢 都是从脚入体的 这样 你会暖一些 快睡吧 睡吧 快睡吧 就是这儿了 我为村民看病 他们借这间房子给我 你就委屈 快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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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傻子 连生火都不会吗 不是啊 我以前呢 是有个童子的 专门负责打砸生火 可是现在呢 真的要靠自己了 难怪笨手笨枪 你呀 先回去休息吧 我这儿一会儿就好了 快睡吧 你生火用这么粗的柴啊 用这种 也不用这个 用这个 拉风 这样用 懂吗 没水你做什么饭啊 不是我刚才 你什么你啊 打水去 你怎么会干这些事情的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从小到大 父亲就把我当成男孩子样 还曾经把我丢到边境 叫我一路乞讨回来 别说生火做饭啊 就连野外求生 我也有日有余 都和你说了不让你过来的 受伤了吧 你听我说啊 你呢 会做饭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的身体还没好 所以你什么都不能干 就在这儿看着 看着我 我很聪明的 不就是加水吗 我也会 是吧 然后 干柴 干柴 拉风嘛 对吧 别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饭 做饭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你是第一个 我愿意一辈子为你做饭 而且什么事情都愿意为你做 不 没有谁会陪谁一辈子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陪 菜来了 好 虽然是醋茶淡饭 但是 我知道 是你一片心意吗 快吃吧 你怎么不吃啊 我再吃啊 你多吃点啊 来 的 一定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忍一忍 但是伤口已经结痂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 好了 谢谢 没事 那我马上就要去出诊了 有可能晚点回来 饭菜我都已经热好了 你记得吃啊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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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来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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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大姐 这孩子呀 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这身上骑好多小红疙瘩 还痒痒 有什么药能治啊 大姐 这个呢 是我用异母草做的药丸 你平时给孩子泡澡的时候 放上一点 我保证三天就能好 好 你拿着 谢谢啊 回去要听话啊 好 好 新的 对啊 我看你那个袖可破了 所以 给你买些新衣服 你哪儿来的钱 我天天给村民看病啊 又不是天天有人生病 手臂伸出来 嗯 你是不是傻 我这个没事的 我自己就是大夫 回去自己上点药就行了 你不用担心我 去睡一觉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我天天骂你 赶紧走 我没给过你好脸色 但是你还每天跟我做饭 坏药 采药 顾花 你可怜我是吧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我并不是在可怜你 我就是想让你 过一个无约无虑的生活 然后我看你袖可破了 就想给你买件新衣服 让你开心而已 我不需要你的新衣服 我不需要开心 我不需要开心 你就是想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对吗 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你为什么要那么执着我 你为什么要折磨你自己呢 我看到你每天在这里 那么不开心 我有时候我就会怪我自己 我这个大夫真是没用 我只会医病 可是我医不了你的心哪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想 看到你难受的时候 把我的肩膀借给你高 看到你流泪的时候 可以亲手上去帮你擦干 顾环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 或许 你的痛苦我都知道的 因为 因为我的心更痛啊 我心疼你知不知道 我爱你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说 我说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他 或许 让我们忘记过去的生活 就让我一直陪着你 爱着你 好好保护你 好吗 那你要考虑清楚 我可什么都不会的 我不会女工 不善温柔 也不会说甜蜜的话 不 你是我心里最好的 全天下最好的女子 是 傻瓜 古欢 来 关关居鸠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久 谷花 你出来 我该回去了 我该回去了 彩彩眷儿 不银轻筐 借我怀人 致彼舟邪 谷花 你再不出来 我就不理你了 桃枝夭夭 卓卓其华 知子于归 宜其世家 第一句 霍玄 我想追求你 第二句 因为思念 我夜不能寐 第三句桃夭 是出价式 你怎么笃定 我一定会答应 你不都已经答应我 一定会嫁给我了吗 那我也可以反悔啊 不可以反悔 为什么 因为我心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 今生今世 能娶到你这样完美的女子 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们一定要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就算两个人再相爱 终有一日要生死相隔 到了黄泉路上 谁又记得谁呢 我会记得你啊 然后再紧紧地跟随你 那可不一定 万一我下辈子投胎 变成男人呢 那我肯定投胎变成女子了 然后再追你一试 顾欢 记住你说的话 我会当真的 我顾欢在此起誓 就算再入轮回 我与霍玄二人 也要生生世世 再做父亲 我与霍玄二人 顾欢 谢谢你 给了我一个家 我与霍玄二人 我与霍玄二人 你这一生 有没有因为欺骗过谁 而敢当后悔的 做过的事情 从不后悔 从不后悔 好一个从不后悔 对你来说 欺骗已经成为本能 你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心 你还敢来 殿下 殿下 陛下 陛下知道您不想看见我 可是会被娘娘 招奴婢进宫了 他见你干什么 娘娘希望陛下 劝劝摄政王殿下 他说 说什么 娘娘说 皇上只是一时之气 只要殿下顺着他的心意 皇上顾及旧身秦义 终究会原谅你的 我待你这么冷淡 你还来告诫我 你是个睿智而豁达的人 为什么要为了些许小事 与皇上彻底决裂呢 卉妃娘娘表面好意劝说 可她把奴婢安插在你身边 分明有监视之意 碧妾贾玉与她周旋 还不是为了你着想 为了我着想 是 碧妾被皇上赐给了你 此生就是你的人了 你骂我 赶我厌我 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既然如此 殿下为何不坦然接受呢 坦然接受 坦然接受身边安插一枚棋子 还是坦然接受 身边安排的所有女人 不管是皇上还是会妃 甚至满朝文武 所有人都让我接受 接受令我作呕的一切 我见过太多的女人 就算你倾国倾城 貌美如画 我都不在乎 我需要的是一颗真心哪 殿下 在我没有烦怒之前 不要再看到你 殿下 滚出去 殿下 殿下 为奎 王妃 上回你说的话 还算数吗 这么就落 Cobb 站住 卉妃娘娘召我入宫续话 还不让开 幸物在此 你们敢耽误我的时间 小心娘娘知道 砍了你们的脑袋 出来吧 将军 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将军了 将军 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皇上派了鹏哥将军前来接管军队 可咱们大家只认将军你一个呀 走吧 将军 兄弟们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走了 丢下我们不管 这样对得起 为你舍去身家性命的兄弟们吗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只好亲自赶你走 将军 走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 我不要跟着你 走 是 你说天哪 你不是 那你 我 先把这些女人 太会 这半天 把这些女人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好 我很快就回来 谁 是我 沈将军 你这是干什么 你出去了一天 都去哪儿了 我今日进宫 陪惠妃娘娘姐妹 这才回来的晚了点 沈月 你到底想怎样 把袖中药包交出来 药包 什么药包 把药包交出了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赵长使 赵长使 月娘子 沈将军 二位这是干什么呢 你应该问她 好端端的 沈将军拦着我 非要搜查 沈将军 月牙姑娘是皇上送来的人 做事有点分寸啊 你给我 你给我 还说没有问题 那你紧张什么 你自己看清楚了 我只是因身体不适 请大夫开的八珍汤 如果你不心虚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这八珍汤 用鱼也试不调 气血两虚 沈将军 这话该如何回啊 沈将军 你 沈 王妃 是 陛下 皇上都已经三天没有上场了 这可是从来都没发生过的事啊 皇上素来勤勉 哪怕是身在病处 也从来未耽误过疫症 如今我们前来求见 皇上却拒之不见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事太不寻常了 今天我们非见到皇上不可 非见到皇上不可 非见到皇上不可 诸位大人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竟敢在这儿吵闹 惠妃 我们要见皇上 刘尚说 皇上身体不适 需要静养 那我们去探病 你让开 没有皇上的宣诏 你们贸然闯进去 那可就不叫探病 而是惊驾了 你不过是后宫的一介嫔妃 什么时候轮到 你在这儿指手画脚了 让开 我说了 皇上身体不适 需要静养 诸位要是不信 那就闯进去看看 我是否有半句虚言 不过 我倒想提醒各位 如果你们贸然闯进去 引起皇上圣怒 那一切的后果 就由你们自行承担 于他人无剩 什么 怎么样 想清楚了吗 时间太短 没想好后果呀 那好 来人 是 不必了 我们走 走 我们走 他真的肯见我 属下不敢妄言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殿下 皇上缠绵病态 无心上朝 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你都不管吗 会妃是你推荐入宫的 如今是后宫第一宠妃 性情突然大变 惹来妃意无数 人们都说是你的过错 你也做事不理吗 自看王死去霍玄失踪 宫里宫外暗潮汹涌 再这样下去 局面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啊 殿下 王妃不理会你 你就无心证悟 甚至连朝政大事 你都不放在心上 只是一个女人 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 重要到可以让你放弃 多年的愿望 重要到可以不顾 黎民百姓的痛苦吗 出去 你变了 你不再是那个 雄怀天下的摄政王 你现在只是个沉溺于 小情小爱 看不清朝政大事的庸人 滚 你以为王妃是真的想和你重修就好吗 只怕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来了 今夜为何突然改变态度 一直这样僵持着 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想明白了 霍玄已经离开 你我之间再没有障碍 你能想明白就好了 你我之间的问题 从来都不只是霍玄 那是什么 因为你的世界太复杂了 我没有办法融入 除玉 最近你一直在说让我困惑的话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能不能直说 以前我最讨厌说话吞吐的人 认定话只要说出来 问题就会被解决 但现在我才发现 有时候不说 只因前头万绪无从说起 又或者 避免落入更可笑的地步